宁顺省的黎廷辉先生对屋顶上的国旗图像印象深刻 因此决定在自家50平方米的屋顶上绘制一幅 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跟随潮流的行动 更是他内心爱国情感的真诚流入 使他希望传递给更多年轻人的正能量 在屋顶上绘制国旗的潮流于7月底开始出现 旨在表达爱国精神、民族自豪感和庆祝九二国庆节 在社交网络平台上 从高平、太原、亮山、河内到宁顺、福治民市 以及西南部地区各省份的人们都对此做出热烈响应 许多人表示他们正准备将自家的瓦屋顶 纤维水泥屋顶装扮成一面面鲜艳的国旗 我认为社交网络平台上 我认为社交网络平台上 无需远行 家中亦可高扬爱国奇之 这不仅是年轻人对潮流的诠释 更是他们在国庆佳节之际 对国家最真挚的告白